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在以法连山地 拉玛和白特利中间 在底波拉的宗树下 以色列人都去底波拉听从审判 底波拉打法人去拿弗他利的基底斯 将亚比诺恩的儿子巴拉召离 对巴拉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 你要率领一万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 上他薄山 我必定使得耶宾的将军西西拉 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去基淳河 去到你那边 我必定会将他交到你手中 巴拉说 你如果跟我同去我就去 如果你不跟我一起去的话 我就不去 底波拉就说 我一定跟你同去 但是你所行的路就得不到荣耀了 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给一个妇人手里面 于是底波拉就起来 和巴拉一起前往基底斯 巴拉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去基底斯 跟他一起上去的有一万人 底波拉也都跟他一起上去 有人告诉西西拉听 阿比诺恩的儿子 巴拉已经上了他博山了 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 九百架 和跟随他的全军 从外邦人的下楼设出来 到了基淳河 底波拉对巴拉说 你起来 今天就是耶和华 将西西拉交到你手里面的日子 耶和华 起不是在你前头走吗 于是巴拉就落了他博山 跟随他的有一万人 耶和华使得西西拉 和他一切的车辆 全军聚乱 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 西西拉落车 徒步逃跑 巴拉追赶车辆 军队 直到去外邦人的下楼设 西西拉的全军 全部都倒在刀下 一个人都没有留下 劳牧师 每一次十一奉献我都很肉赤 怎么办 剩下两个小前的穷寡妇 她都愿意献上一切 今后放你 买了几件衣服 姐妹 刘牧师 我真的受不了我老公的臭脾气 你教我怎么做 介绍个调解员给你认识 她叫做阿鼻该 最擅长 乳游制缸 刘牧师 做女人真的很难 又要温柔 又要硬正 究竟怎么样 出绝招 听实学做女人 有我刘秀珍牧师 有我苏眉 和你一起打开圣经 学做女人 东当时代的一只蜜蜂 是一只很厉害 令到很多男人的蜜蜂 今集学做女人 我们从底波拉 学做女人 学做领袖 或者学做一个领导 参考的经文是 试诗记 四道吴将 一如以往 苏眉看经文的时候 都会马上想到三大问题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 巴拉说的一句说话 你若不同我去 我就不去 为什么当时的男人 会比女人还要小胆呢 和上帝又为什么 会在一个男权主义的世代之下 任命一个女人 担大旗 究竟这位底波拉 有什么本事 可以令到一帮男人 去服自己呢 既然你都说了 有两张圣经 要记载 底波拉 四到五张 是的 所以我们就要看一看 底波拉 怎样令到 那么多人服了她呢 她有什么职务的 是有两个的 第一个 先知 第二是 事师 当然我们看到 先知很明显是 神的代言人 是不是 她就是从神那里 领受了神的说话 就向以色列人宣讲 教导以色列人 怎样过一个 敬畏神 公义的生活 底波拉 你先说 密封 密封的意思 密封 密封当然很有生产力 不过 底波拉这个名 是跟 讲话 和道 希伯来文字 同样的指音 所以有些人就认为 可能在底波拉这个名字里面 就含有 先知 宣讲 神话语的角色 和意义 其实都不是可能含有 他实际的职务 就是一个先知 你说是神的代言人 是吧 另外 事师 知道是什么 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 是 当时 那个时代 是以色列人被称为 事师 这些都是领袖 事师 其实这个称呼 在圣经的原文里面 是动词 而不是一个名词 动词意思 就是统治 和裁判的意思 在事师记里面 是没有一个事师 曾经统治过以色列人的 唯独底波拉 而底波拉也不能叫统治 不算是统治 是因为在第四章 四节五节里面 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 有裁判 即使做了出来的 因为那些人 都去他面前 听审判了 对啊 你说裁判 底波拉有自己的办公室 有一个office 很多人都会走去 这棵棕树底下 去找底波拉 去处理一些纷争 糾纷等等 其实事师 很明显 她的职责 真是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敌人的欺压 脱离敌人的欺压 我们都看见 当时的背景 底波拉担任事师的时候 其实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难处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又做了 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 做恶事一般都是说 他们在加南地 学了这些人 拜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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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些不道德的行为 做出来 于此 神将他交给下所王 加南王耶宾 耶宾 令他们受苦 受欺压 受欺压等等 所以底波拉担任一个这么重要的职位 每天都要处理很多很繁琐的事务纷争 天天就坐在棕树下面 等着以色列人排队去 等她去裁判 去审判等等 所以其实她都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你可以说她很聪明 而且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先头你都特别提 就是在古代社会里面 就是一个女人 怎样做领导 男权主义的嘛 一般都是陪衬的 所以连她的名字 都加上什么呢 是拉比多迪妻的 所以你说她忙都不奇怪 因为照顾家庭 非常之忙 大神又要她做领导者 避受主义 圣经里面说她 是怎样说她的 你读一读 实际上你都提过一下 是 她住在以法连山地 拉马和八特里中间 在底波拉的中树下 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陪 判断 是的 因为我们先说 其实是斯斯 这个名字是一个 裁判 是的 那承卷士斯记里面 只有底波拉 有做这件事 其他士斯都没有 没有的 是的 她很忙 因为那些人都过来找她 那为什么要找她呢 她坐在以法连的地方 就是南边和北边支派的中间 这个位置 加上她当时的明星应该很不错的 正直的 才会听她判断的 做裁决的 是的 这个就是其中一样 除了男人之外 其实很多以色列人都很服底波拉 是的 这个也是跟她本身有好明星 品格正直 有关系 有能力 有领导 能力 所以斯斯会那么受关注 做事的地方叫底波拉的中树 中树 底波拉的中树 好像一个办公室 是的 是她的 属于她的 是一个办公室 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女人 是 身处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 反而是 看得出她是很正直的品格 否则一班的以色列人 不会 每个都去找她帮忙 我们再下去看出现了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是一个勇士 打仗很厉害的勇士 她的名字叫巴拉 不过这个勇士 我觉得她在某个程度上 都挺小胆的 为什么要一个女人陪她上战场呢 很明显说的 你若不和我去 我就不去的了 你去我才去的 是啊 其实巴拉在面对底波拉 吩咐出战的事情上面 她的回答正如你身人所读 你若不和我去 我就不去了 你去我就去 是吧 是的 没错 究竟是什么事她会这么说的呢 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 是不是敌人真的很把炮呢 敌人一定是把炮的 你说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记载 第四章 特别提到第三节 敌人是有铁车九百两 九百两 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九百辆车很多 真的 因为以色列没有的 在这里我们看回 究竟什么原因 所以有些人就说 会不会她不信 底波拉所传的圣子 因为从神而来 她说神派她 庆命去呼召巴拉 是的 又或者是 巴拉是否真的很怕我怕死呢 或者她对底波拉的评价很高 以至她认为 底波拉你去就可以了 因为有神和你一起 有力量在你身上 我跟着你去就可以了 否则你不去 我不去的 所以她首先很确信 上帝先挑选了底波拉 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其实我之前提过的疑问 究竟她是否怕怕死 或是不信底波拉 或是底波拉去就最好 这些疑问 我们都不知道哪个答案 是我们的猜测 是的 不过我们知道 这些可能都对的 合理的 可能圣经没有说 可能都可以的 不论如何 圣经里面 再没有提过 究竟 巴拉是否不信任底波拉 或者是怕死的 圣经没有再进一步说的 总之就是她需要 底波拉和她一起去 她才肯去 这个就是我们清楚知道的 但当底波拉要她出战 她去了战场 底波拉说 起来 今天就是夜又说 把西西拉交在你手中的日子 夜又说起不在你前面行吗 一叫她上 巴拉就立即回应 还有很有效率 所以虽然底波拉曾经说过预告 喂 巴拉 如果我去呢 那就怎样呢 对了 你在所行的路上 就得不着荣耀了 不过 巴拉仍然表现得不错 经文没有说她 不行 反而我们听 她越战越勇 她都很勇猛 是的 除了西西拉一个之外 其他的人都被她击溃了 她是否真的不够胆 或是不信 我们不知道 不过最多限度 我们知道就是 她做足她自己本分的成绩 她是一个很忠心的勇士 是啊 因为经文里面 从来都没有提到她有什么尴尬 或者是怎么样 而且在第五章经文里面 被适当地提名 说她打成仗 慶祝你去粉 所以毕竟她都是遵从了神 直约底波拉 和她发出的命令 她都听了话 薩姆尔记上十二章十一节 说那个比旦就是她 希伯来书 《信心英雄榜》 都有她 十一章 《信心英雄榜》 巴拉都有份 是啊 你巴拉看 好啊 我们回去看一下经文先 所以我反而这样看 当巴拉说 你跟我去我就去 你不跟我去就不去 我认为 有同路人的支持和鼓励 真的很重要 这个都不是一种 胆怯的表现 而是需要有同路人 巴拉可能她出战 你不要说不害怕 也不害怕的 九八两战车 铁车 是啊 她什么都没有 又没有兵器 又没有什么 所以她很犹豫 都是不站的 所以她要求 底波拉你不过去参与 底波拉又愿意和她一起去 没有说她 而且两个合力 打了一场很漂亮的胜仗 所以最重要就是行动 漂亮的胜仗 真的打得好 底波拉在这场战争当中 都扮演很多重要的角色 我们逐样逐样看 但是一开始未出征之前 底波拉她不是自己的意愿 去呼召巴拉过来的 是她是听了神的吩咐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 她是先知来的 她是神的代言人 所以她就呼召了巴拉 然后又是听命去讲解整个战略 整个战略都不是出自底波拉自己的意思 是呀 你不如读一读她 怎样跟巴拉说 好呀 我们由四章的六到八节开始看起 她就打发人 由拿佛他利的基底师 就把阿比拿恩的儿子巴拉 就召过来 然后跟她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吩咐你 要率领一万拿佛他利和西布伦人 上到他帕山上 我必会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 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 去到基顺河这个地方 那你就要去那里 我会将他交在你的手中 而巴拉就听完这个吩咐之后 就说 好 你若跟我去 我就去 你若不跟我去 我就不去了 底波拉怎么回应她 底波拉说 我会跟你一起去 不过呢 你所行的路上 就得不到任何的荣耀了 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 交在一个女人的手中 于是底波拉就和巴拉出发 去到基底师 准备这场战争 巴拉就招聚了西布伦人 和拿佛他利人 上到基底师 和他一起上去的 有一万人 那么多 底波拉当然都是和他一起去 论得很好 这个就是整个出征之前的预备工作 对了 我看到的先头说的 你说的就是 因为他是先知 他在神那里领受到神语 说 你去找巴拉做这一次战争的领袖 很明显的 他真的很有钱 他一征召 就有一万人和他一起去打这场仗 一万人都是很多人 很庞大 虽然相比一下 人家那些 就不要说了 但起码他都有捉他的兵力 一叫就来了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他一方面 就是征召 一个征服加南人 很特别的人選 就是巴拉 另外一方面 他能够解释 神叫你上去 神说把敌人交到你手里面 说得很清楚 这个都是预言的 长仗未打 不过 神会把敌人交到你手里面 说得清清楚楚的 一切都是神的意思 神会帮你打 当他说 不行 你跟我去 他就说 都没问题 但是神跟我说 你在这件事上 你得不到荣耀的 因为那个荣耀神 会把他交给一个妇人 后来我知道 是瓦翼 他在手里面 他说 于是 噩完之后都肯去 就算没有荣耀都肯去 你想想 耶路华透过底波拉 征召了巴拉 又解释了战略 又说了 仗打的时候 神会帮手 你有条件 信服去打仗 你得不到荣耀的 然后 我和你一起去 出了很多次 都是和他一起去 和他一起去 所以巴拉和底波拉 就去了这个战场了 你说巴拉她怕不怕 当然怕 因为对家都很强盛 所以底波拉她作为一个女人 她担当了一个幕后的军事也好 又怎样呢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她成为了一个安慰的鼓励者 是啊 因为她的同行是非常之重要的 原来条件这么简单 你两个去就去 你不两个就不去 虽然我们说 她怕死 因为她 怕输 另外一种就是 她觉得 如果有第一波拉在一起 就零射不同 也不一定 如果我们是一个 这样的 培行者也不一样 你去吧 你去我就敢了 安心点 挺好 就是说 你有一定的能力 令到人有一种信任 那我觉得 另外一样 你先说她在战场是什么角色呢 整个战争里面 她又不会打仗 是的 对了 在原始社会里面 她又没有留七个兵器去杀人 是的 那女人根本就 四章十四节 底波拉在战场上面 她们个个去完 接着她说了 发号司令 我觉得这句说话 应该要由刘牧斯 你自己读 是的 是 起来 今天就是耶和华把 西西拉交在你手中的日子 耶和华起不在你前面行吗 哇 起来 好有气势 非常之有气势 她一巴士号令 跟着巴拉 跟随她的军人 就听命 立刻回应 是想前进 是的 所以好有效率就行动了 这个动荡时代的蜜蜂仔 真的不是蜜蜂仔 那么简单 是好有权兵的一个领导 是 还要是一个女人 男权主义下的一个女人 很被人去伏 听从的 我们马上去到第五章 我们知道这场仗是打赢了的 一场大雨是将所有的战车 敌人的战车都冲走 只剩下西西拉一个人 我们仔细去看一看底波拉志哥 就可以大概知道 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特质 她的品性 个性 我自己去看 我发觉她不是一个 浩大喜功的领导者 她没有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自己 如果没有我和你去 你哪来贏呢 首先就将那个胜利 就不是归功于自己 她是将胜利归功于 就是领袖和人民的紧密合作 全民皆兵 这次是 因为这次的事件 好像另一次出埃及 有些像是 很相似的 因为她们通常唱斯歌 很多都是以色列人 都是打败敌人之后 她们就很开心向神歌颂 就好像之前的米利暗也是 是的 她的歌唱很多时候 即是说 女人唱 是女人领导 又激鼓 唱歌 底波拉 也很可能是 这首诗歌的作者 也是另唱者 我们发觉 为什么 《诗诗记》竟然花了两章 来记载 第一章 就是讲述 是用一个记序文体 来表示 写一件事件给你听 就是说 底波拉和巴拉 如何和西西拉交战的故事 然后第五章 就用诗歌来的体材 来表达 篇幅都很多 都很长 从这首诗歌的作者 我们就发现到 他真是一个 很愿意将胜利归功于 这个领袖和人民的紧密合作 而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很有领导能力 这个是你先从第一点讲的 他谦卑地将功绩归于众人 所有的意识里闻都是 是的 还有呢 有一件事你都有提过的 他在整个诗歌里面 他更加重要讲到 就是他宣告神 是一位至高伟大的神 因为他看到 城上战争的战事 原来是神来的 就是耶和华真神 而神也预告了 这些人战争发生的经过过程 我们的神 耶和华是超越加南所有的假神 耶和华都要来佛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是敬拜假神 在加南地最擅长的是巴力和其他神 因此 诗歌内容给我知道 其实他真是很能够知道神需要什么 他是为了神的名声 一场熟灵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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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当时 他们行 耶和华眼中行为恶的事 所以他的责任 透这首诗歌 再一次宣告 神是至高的 我们只可以敬拜他 所以他将神的子民 带回去正路 要他来过一些分别为圣的生活 所以这篇诗都是一个充满抗衡文化力量的首诗歌 还有看见底波拉 他真的完完全全 将这一场圣像的一切荣耀归给神 是带着感恩的心 你说谁才是这一场战争的领导呢 当然是神 一定是回到他身边 第一是他去呼召巴拉 是他去有这个战略 和有讲预言的能力 人真的要懂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知道自己站在一个什么的崗位上面 我们看见底波拉 他作为一个领导 是令到民众很服他的 因为他愿意被上帝去使用 也都明白神的心业 譬如我们现在很多的姐妹 很多的女性 在不同的机构或者公司 都担任一些很高的职位 你很难避免 就是有些人事纷争或者冲突 其中一件事就是 当你的下属是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就要很有智慧地和他相处 我想如果我们看底波拉 敬佩的领袖 有一种品格很重要 因为在底波拉诗歌里面 第五章里面内容 我发觉先前第四章我们发现 为何巴拉 这么胆怯 是有人陪的 但你发觉第五章他所写的 首诗歌的时候 他没有强调过任何有关巴拉 没有信心的 反而在五章十二节里面 你发觉他将巴拉和他自己的名字 并列卫尔斯利人的避战同心努力 原来他们两个 就是他和巴拉在一起来应战 而且虽然史诗记作者 在第四章里面不小心揭露了一点 你不去我又不去 你去我就去 被人觉得他好像 揭露他胆怯的一面 又没有信心又胆怯 但是第五章底波拉的诗歌里面 他一点都没有提过 他一点都没有提 巴拉是这方面的软弱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心胸很阔的女人 他将德性一方面是归功于民众 和人分享 另一方面就是他不会拿巴拉出来说 他几无用 如果我没有陪他去 不用次打赢 不用次打赢 完全没有去贬低巴拉 反而是将巴拉和自己 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面 也都称赞巴拉在这场战争上面 是付出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心胸很广阔 人家叫做费容量大 中气十足 很有气量 又可以帮到人家成长 令巴拉可以打赢这场战 有时候你知道自己是聪明的 你知道自己在某方面是挺有才干的 但是在适当的时候 你都要懂得去隐藏自己的能力 如果不是跟你共事的人 是会很辛苦的 坦白说 很大压力的 想透过底波拉来学习一下 怎样跟男性去相处 相处共事 我想有些时候是否要隐藏 正如你都曾经提过 其实女性作为领袖 都有她的优势的地方 但有时候这些优势 就是喜欢协商 不想冲突 有同情心 观察人的需要等等 是否令人服 有时候也未必 有时候人家觉得你 减着冲突 即是怕事 不想惹 你喜欢协商 什么都随便 什么都说 第一个一点 人家觉得你 又没有主见 又没有主见 又没有勇气 又有同情心 又没有决断能力 你越说越难做 是吧 你细心观察 拖时间 什么都要久一点 所以呢 有时作为一个好的领袖 如果我们说 可以从底波拉 他作为一个领袖 来到去看 如果我们是 相信耶稣的人 我想我们侍奉 或者做事做领袖 一定要甘心乐意 或者你说 我已经在一个机构做事 在公司做事 那我是不是甘心乐意 在这做都很重要 你不甘心乐意 你不可以有好的榜样 所以呢 最有资格去选人做事 一定要选一些 就是甘心乐意 你听命令做事的 是 想知道给什么你做 如果你觉得 这个机构是我要发挥 要去帮这间公司 有业绩的 那我行得正 站得正 我要信服 盡心坚定去做 老闆给我做 我都 事事弹弹地 有求求其其 所以有句话 就是 你不是一个好的跟随者 你做不到一个好领袖 你听老闆给命令 这时你叫下属去做 大家就合作做好他 那当然 如果 有时我们说 如果他的命令 是违背我们的信仰 那我们就要 在这件事上 我们有些保留 你自己要分析一下 如何处理 如果我看底波拉 我发觉 当我知道国家有需要 人民需要 即使 会站出来 你要做先知 你要做时事 我不行 我已经结了分 你看看 其实他是结了分的 他要兼顾家务事 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 但起码要顾头家 之余 中央处理你整宅 以色列民的事情分争 我大把理由推 所以有时候 就是时势做英雄 时势做英雄 那时国家有需要 神在千万勇士里面 底波拉你出来了 有担大 有承担 他没有怀疑自己能力 如果给了我 我不行 我一个女孩子 他们怎么会服我 有神的感动 对信耶稣的人说 神有感动 你对一个家庭 对一个公司 你有自己去承担的时候 你就会怎样 有一个需要 你就肯担大 当然 我相信耶稣的人 就知道 神叫我做什么 就做什么 其实人生路上 有很多路很难走 但是我发觉 底波拉 对我来说 有一个鼓励就是 难走还是难走 我都要挺身而出 逆流而上 知难而行 对比那时候 更辛苦 但是我们今天 要什么技巧 技巧是要的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 先让你提过 隐藏自己 又不要太露眼 但有时候不可以隐藏 你发号施令 你难道要隐藏吗 对吧 你说我尊重别人 这个应该要 你不知人善忍 怎么有跟随者跟着你 对吧 人类关系一定要好的 男女之间明白 要相互相性 所以我想人 一定要鼓励人 他很懂得欣赏人 对了 赞赏 是 现在很流行的 我们叫欣赏 欣典的欣 賞色的欣 欣典的欣 欣典的欣 每个人都有他的欣赐 是 那我们懂得欣赏他 然后帮他 所以我会觉得 我们跟男人共事的时候 我就不断学习的 积极的鼓励 帮助他 希望他成功 这个鼓励 赞赏不是虚偽 出自真心欣赏他的 某方面 不是替他死的 当然 巴拉震是一呼八应 一万人跟他那些 是很不同的 做一个鼓励者 同行者 是的 有一件事 我们作为信耶稣的人 或者未信也好 我们人生都要帮助人成长 好像有些人是臭子 希望他大过 他有些像妈妈的 其实底波拉 是的 有些像母亲 以色列之母 一首歌都说 以色列之母 做妈妈什么都不介意 子女什么不好也好 最重要是成功成长 和听话 是的 不过你要做人成功 帮助人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有八个字 希望你学的 好知道 态度谦卑 态度谦卑 行动积极 行动积极 有些人谦卑就是不做 不积极 行动不积极 你做吧你做吧 我不行的 但他 这不是谦卑 这叫自卑 推卸责任 所以我说你态度谦卑 不过你行动真是积极 靠着神 我常常都觉得一个人刚强 男都好 女都好 刚强是出自你依靠神 你知道一切都是神背后 才是真正的军师 是这场战争的军师 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配合 去行动实践 所以终结 底波拉 这个女士师 在他身上真的学到几件事 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一件就是 原来领袖需要有群众 不是几个 而是一群 全民皆兵 是的 底波拉在整个故事里面 被我们发现他真的是一个英雄 大英雄一定要有一群忠心的跟随者 所以你说你是英雄领导 你很聪明 不过你没有手下 你没有过一万人跟你去打仗 都没用的 你多聪明都没用 你没有手下不行的 一定要手下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作为女人 她是一个很信服神的一个人 因为圣经里面记载 她信服神 神叫她去找巴拉 她就去找巴拉 神也都给她知道 到时候 怎样打仗 她就要跟着做 所以我想 在底波拉身上 我自己学到的就是 信服神 在内心的态度 另外一方面 我们都要尋求认识神 你都不知道神的东西 你又不认识他说过什么 你怎样去说给人听呢 所以蘇薇你好读圣经 知道 当你说你鼓励人的时候 陪伴人成长的时候 你都没有神的说话 没有神的真理 我拿什么去陪伴 你怎样陪伴他呢 所以这方面 我们发觉他是做得到的 第五章就是 底波拉的诗歌里面 可以看得到的 因此 一个愿意尋求神 信服神的人 自然有 从神而来的智慧 以及倚靠神的心 更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本身 已经是一个 很有影响力的人 因为他可以坐在 底波拉中树下 来去 听人 来到他面前 作出审判 他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他上战场的时候 一呼百应 这个是之前 已经有这种影响力的 不是上战场 看着 是女人来的 不服啊 回家吧 臭仔 所以我想 我们在他身上 真是学习 做一个好的领袖 亦都要做一个 好的跟随者 我们说 一个good leader 必须自己都是 good follower 就此给我情节的心 静静跟随你 我可梦更是爱你 因你先爱我 喜欢的话 就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港女讲故事 IG Soulmate underscore Hong Kong Girl YouTube channel Soul Podcast 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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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D-C-A-S-T 拜拜 拜拜